Hello 你好 欢迎收听完美新世界 我是Mira 你的心灵美学DJ 给你当下最完美的灵感 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玩味正念美学 绽放疗愈光彩 在生活中玩出美的疗愈 活出美丽心情 感恩奇迹终将到来 一起迈向新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神话 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神话 中国 希腊 北欧 日本 埃及 玛雅等等 都描述着在上古时期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人种跟生物 还有各种华丽悲壮的故事 中国的神话从胡锡的《易经》 老子的《道德经》 都可以看到一些描述 福西和女娲就是中国神话的创世神 是一对人手蛇身的兄妹 也是夫妻 在许多远古壁画可以看到对他们的描述记载 而《山海经》更是令人惊叹之作 当中描述了许多奇珍异寿 还有许多山川地形的描述 在近代被归类为怪谈的奇书 因为书中描述的山脉和地形 在中国的地图上是根本找不到的 但神奇的是 美国一位女学者 亨利·埃特·莫兹博士 她看了《山海经》之后 心中觉得异常的熟悉 为了要证明她心中所想 她带着《山海经》地图里的东山经 按照《山海经》中的指示 在中国大海之东日出之处 美洲 选定一座山脉照着地图 一步一步精确地依照着指示行走 用步行测量出了四条山脉 山峰与河流的走向 动植物、山与山的距离 竟然也都和《山海经》完全吻合 她这超乎常人的执着 太让人震撼了 原来《山海经》记录的是全世界耶 而这也表示 其中所有奇证异寿的记录 都可能是曾经真实存在的 而西方的宗教也有许多远古文献 《旧元圣经》 也就是《西伯来圣经》 《诗中的创世纪》 就记载了世界怎样由神开创 其中还有最著名的诺亚、方舟 和《大洪水》的记载 《以西节书》是旧约圣经的一部分 记录了先知以西节 看见上帝的宝座 向他显现神迹与异象 也有关于末日审判 其中以色列的角色 占据了大篇幅 而《死海古卷》 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文献 它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圣经手抄本 是在1947年 因为一个少年牧羊人的羊 不小心进入了死海附近的洞穴 这个少年找了很久 发现羊在山洞里 为了让他出来 不同开始对洞里丢石头 结果不小心打破了洞穴里的瓦罐 意外发现这些古金卷 它包含了圣经的故事 还有很多圣经里面没有记录的 震惊了全世界 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 启示录则是来自新约圣经 记载了作者约翰 看到神向他展示的意象 以及对于救世主和末日审判的预言 包含著名的天启寺启事 还有一本以诺书 以诺就是诺亚的爷爷 他记载了在大洪水之前 与上帝同行三百年所见的意象 最有趣的是 以诺在西伯来旧约圣经 基督教新约圣经 可兰经都有出现过 说完东西方的主要神话 又要说到远古外星文明的传说 这就不得不说到 萨加利亚西勤的地球边年史 他主张外星生物创造论 认为人类是由远古外星人所创造 他出版了一本书 名为第十二个天体 也就是尼比鲁星球 后来延续六本续集 成为七策的地球边年史 西勤精通考古学 历史学 语言学 经济学 以及神话学 并且通晓苏美卸行文字 也精通苏国来语等古老语言 他的研究遍及古巴比伦 古埃及 古印度 和玛雅文化等等 因此他解读了苏美网表的记载 通过他的单译 写下了他解读的故事 而他的论证是 古老的神话都是真实的 而这些神都是外星人 而从尼比鲁来的阿努纳奇 来地球掏金 他们有着愚人的外表 通过基因改造 创造了几批人类帮他们挖黄金 也提到几次人类大灭绝 包含大洪水 还提到人舍首身 十兄妹也是夫妻的恩基和宁胡尔萨格 甚至发现许多与圣经的伊甸园故事竟然对得上 西琴简直就是以苏美文献验证圣经的故事呢 我觉得他非常的大胆 因为他其实受到很多来自科学 以及宗教界的抨击 但是他提出的故事 真的又跟很多宗教和天文学的论点不谋而合 真的是脑洞大开呢 而玛雅文化中的阿兹特克神话 描述了四个太阳记的灭绝循环 说我们正处在第五个太阳记 北美印第安人的霍平族神话 是描述前面已经有三个世界的毁灭 分别是透过大火 冰冻和洪水 而我们正处在第四世界的末期 而这两个神话对于神的描述 都像极了苏美尔文明里提到的阿努纳奇 而且我又发现世界上有三个考古地图 都把南极大陆给画了进来 包含有中亚的皮里雷斯地图 西欧的费纳乌斯地图 还有中国在乾隆年间发现的天下堪语总图 也就是在哥伦布之前 其实全世界的祖先都知道有南极大陆 这是连爱因斯坦都认可的一个假说 因为他根据逻辑推理 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地球突然地磁翻转 当时的人类文明据点变成了南极 无法生存 于是各色人种逃到世界各地 发展各自的文化成为今天的样子 而古人对于天地万物以及宇宙 都是充满敬仰的 相信要顺应自然 也就是臣服宇宙 就能够创造顺流奇迹 这跟各种吸引力法则等等的原理 都是相通的了 那为大家点播一段来自 加伯利·伯恩斯坦的心灵练习 分享给你创造奇迹的心灵小对话 今天的心灵对话主题是 做不到的事就交给宇宙处理吧 有些人是如此强烈的需要控制哪件事 否则他觉得情况将不会依照自己想要的方向发展 因此在做任何事之前 都必须好好规划 掌握细节 然而讽刺的是 人们采取的控制行为 无意让能量处在狂乱和恐惧中 这样的过度执着 反而让自己被担忧所控制 不但让生活瘫痪 也常使事与愿违 我们忍不住想要操控所有事情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是 必须负责掌控全局的那个人 除了自己之外 没有人有能力做这件事 当这个想法完全支配你时 就表示 你并不信任宇宙有无限的能量 本书许多方法都在教导各位了解 并善用一直就在我们身边协助的宇宙能量 这个能量可以经由许愿 祈祷 冥想 和无私的举动 来变成你的力量 承认并相信在这宇宙中 还有更高层次的能量 在帮助我们完成想做的事情时 凡事都要在掌控中的欲望 自然会消失 然后 请你就专心的透过冥想 祈祷 及愿力 并提醒自己要有放手的勇气 然后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宇宙处理 不过 我要先声明 我并非要各位放弃对自己的主宰 而是一旦开始行动后 就不要把结果看得非常严重 而患得患失 当我们准备好 当整个世界都准备好 时机到了 事情自然就会发生 放下 放手 但仍要设定目标 要体验奇迹 只要放弃掌控结果 就够了 这是今天的心灵练习分享 帮助打开你的内在力量 转化生命能量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你的生活充满奇迹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欢迎回到节目 你现在正在收听 完美新世界 我是你的心灵美学DJ Mira 今天聊的是神话 刚刚提到了远古的文明 而说到远古文明 又不能不提到三个重要的古文明 应该说是我们这一波之前 被灭绝的上一个文明 据说在一万两千年前 集体突然灭绝 在印度洋有雷姆利亚 大西洋有亚特兰提斯 还有太平洋的母大陆 亚特兰提斯应该是最有名的 有超高科技 但因为人心腐败 最后被神以大洪水灭绝 据说幸存的人们逃到了埃及 玛雅 甚至有人说是南极 而传说人类最早的宗教是本教 也有可能是后续的波斯的拜火教 据后人研究 很可能是母大陆当时幸存的文化 起因是有一位英国的军官 因为当时印度被英国统治 他因缘寄会到西藏的寺庙去 发现寺庙底下藏了许多远古文献与遗迹 高森向他解说石板上的故事 他惊人的发现 这是西藏古老的象雄文明 也就是为了传播本教而兴盛的文明古国 而据说日本宇纳国岛 台湾的东部外海 南半球的通家岛国 大西地岛 北边到夏威夷群岛 东边到复活节岛 西边到玛里亚纳群岛等等 在海底或岛上 都有金字塔和远古建筑的遗迹 这感觉就很像是在现在的太平洋底下 曾经是一块超大的远古陆地 就是母大陆 而刚刚说的这些群岛 其实曾经都是相连结在一起的 而现存在西非的多贡国 也有着他们的神话 提到他们的神是诺姆 来自天狼星 一种人和鱼的结合体 也是一对双胞胎兄妹的夫妻 而他们模拟神的传统故事 竟然形似中国古代的龙 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 也有许多类似的文化记载 因此也有人推测 多贡人可能来自古埃及 说到这 真的会发现全世界的神话 都有金人的共同点呢 像是大洪水 还有远古科技的金字塔 而有趣的是 现存世界中 许多未解知迷的遗迹 都在北纬30度 而许多壁画上的神 手上也都会提手提包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对于神的描述 都是人手神身 还有都会有一对是兄妹 也是夫妻的神 其实不管是人鱼 还是人手神身 其实都是一样的概念 都是下半身是鳞片的 像龙一样 所以我想远古时期应该都是东方龙的样貌 只是画壁画的人阐述的方式不一样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画出龙的身体在缠绕的螺旋状 所以画很短的时候就看起来像鱼了吧 而每一个文化的神话起源 对于宇宙的起源都描述的差不多 都是起源于一个混沌或是虚无或是意识 而最神奇的是东西方的预言 有不约而同的提到将来的救世主 像是圣经中提到的弥赛亚 道教提到的紫微圣人 佛教中的未来佛 弥勒佛 又称转轮圣王 其实我是相信 这描述的都是同一个人 因为其实远古的神话中 很多讲的神应该都是一样的神 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化身 或不同的维度和文化的解读 最后又加入许多政治因素 衍生成许多不同的宗教 甚至派系 而人类因为在历史的痛苦中 残杀分流 因为无法向远古的文明做心灵感应 彼此间又有着语言和文化的隔阂 这就是所谓在三维世界的分别心和二元对立 而现在因为数位科技的关系 网际网路让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 当然现在因为网路的关系 衍生出很多的问题 但这似乎是一个铺陈的阵痛期 在一堆混乱之后 一切终将会万教归一 我觉得那个所谓的救世主 就是要来凝聚所有人类的意识 达成合一的境界 所以我觉得 现在的宗教多少有被商业化或政治化 有的人在互相比较自己的宗教派系 有的人想要选一个自己觉得最正宗的宗教 或者是哪个师父等等 其实只要是向善 跟谁都好 最重要要知道 真正的神性是在我们之内 不管是随随谁 都是为了要唤醒我们内在的神性 只要能够坚定心性 保持纯善 不用互相批判或者批判自己 因为我们在追随的 永远都是自己心中的道 那为大家点播一段来自 马修索克洛夫的正念练习 让心情更自在地面对你的信念与信仰 今天的正念练习是 停止自我反省 练习时间大概是15分钟 自我反省是一种最具欺骗性的思考模式 它会让你忍不住一直回想过去 但其实你却无法改变那些已经改变的事实 你会沉浸在怨恨情绪中 不断重复过去的对话 不断鞭打自己 以便便重播过去的事件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痛苦经验 正念练习 可以帮助你看清那些模式 带着理解之心去回应它们 不再让自己受到这些事情的控制 自我反省 经常会以背景声音的方式出现 脑海中不由自主重复着负面想法 让你一整天都笼罩在幽暗之中 这个练习能够帮助你把那个内在声音交换到阳光之中 去剖析它 最后化解掉它对你的控制 以下是练习能够帮助你把那个内在声音交换到阳光之中 以下是练习步骤 肤部 肩膀 肩膀 下巴 第二步 观照你内心 观照你内心生气的所有念头 如果你正在反省什么事 你也知道你正在想着那件事情 第三步 在心里面把这件事反过来 带着好奇心和高昂的性质 好好解释一下这件事 第四步 在这个强烈的情绪当中 开始培养你的平等心 保持平静 不执着于这些情绪 问问自己 你真的有办法改变过去这件事吗 用一些短语来培养自己的平等慈悲心 我无法改变过去 愿我内心保持平静 愿我以慈悲心面对这个困难 第五步 几分钟之后 把注意力拉回当下 虽然你无法控制过去 但你可以掌握现在 把自我反省换成一种认知 你知道自己可以选择让自己快乐 在心里默念这些句子 愿我能行智慧之行 愿我能以慈悲回应 愿我继续向前进 第六步 任何时候你的心又开始落入自我反省的思考模式 就用这些有平等智慧 这些意涵的句子 来提醒自己 这是今天的正念练习分享 帮助你活在当下每一刻 为情练乱 为情绪按下暂停键 减轻压力 找回平静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你生命充满自由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好的 有机会就练习正念是很棒的 那我帮大家点了一首歌 愿你有美与美丽的信仰神话 带给你坚定的力量 梦中人 熟悉的脸孔 你是我守候的温柔 就算泪水淹没天地 我不会放手 每一刻 孤独的承受 只与我曾许下承诺 你我之间熟悉的感动 爱就要松心 我是从所未有爱是永远的神话 潮起潮落始终不悔 尘埃的相约 几分苦痛的纠缠 多少黑夜等着 多少黑夜等着 听我双手让我和你 再也不离分 尘埃的相约 风中摇一路上的火 不灭云不消 等待花 带春去春又来 春去春又来 不知心爱向我痴狂 心如高天 世界荒芜 不知心如高天 世界荒芜 不知心如高天 世界荒芜 请我双手让我和你 再也不离分 对我岁月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 谁都没有遗忘 孤独 孤独的誓言 你的泪水花会满天 飞舞的彩天 爱是一下指缝了心 像催子在飞 一万岁月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 谁都没有遗忘 孤独 孤狼的誓言 你的泪水花会满天 飞舞的彩天 爱是一下指缝凉心 像催子在飞 你是我心中回忆 美丽的身后 欢迎回到节目 你现在正在收听完美新世界 我是你的心灵美学DJ Mira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神话 哦对了 还有一个风格我超喜欢的 这是灯黄飞天的那个艺术 其实我发现耶 在西藏啊 新疆啊 波斯啊 阿拉伯啊 等等等那些地方 他们的服饰 艺术 文化 其实都很类似耶 跟敦煌的那个艺术风格也就特别的像 而敦煌那些壁画 真的就像埃及一样 其实大概都是古文明神话留下的遗迹吧 而许多新世纪的音乐跟他们特别的搭 自由绽放 没有世俗音乐硬邦邦充满细致的格式 那虽然说是新世纪 但说不定是来自远古的上个文明 而我们会觉得新世纪的音乐其共鸣 是因为唤醒了我们前世的记忆哦 好 那在这一段的节目呢 来为大家点播一段来自利亚古兹曼的 艺术治疗练习 允许自己让心灵深情化意一下 今天的艺术治疗练习是 守护玩偶 这个练习的目标是 增加安全感 发展应对技能 准备时间大概是十分钟 活动时间预估是五十分钟 好的 你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五十公分的金属线 软桃 剪刀 布料 石得物 例如羽毛 花朵 叶子 热熔胶腔和胶条 人们透过好几种象征和人物 得到安全感和慰藉 这些象征和人物包括指导灵 天使 天使掌 以及其他许多形象 创造一个玩偶 能让你拥有守护者的实体象征 它象征你渴望什么 想要显现什么 以下是练习步骤 第一步 首先 为你的玩偶设定一个目的 你希望它为你扮演什么角色 它要帮助你感到平静 有安全感 还是成为一段旅程的向导 花十分钟思考 决定之后 创作玩偶时 请全程把这个目的放在心中 第二步 将金属线剪成两半 其中一条折成U形 第三步 将U形线的两端 相互缠绕成一个圆圈 做出玩偶的头部形状 第四步 再将另一条金属线 缠绕在第一条的中央 做出两只手臂 第一条金属线的两个末端 现在应该像双腿一样 往外突出 第五步 将软桃覆盖圆形线圈 形硕头部 把头部雕塑成一张脸 第六步 依照软桃包装指示 将玩偶放入烤箱烘烤 第七步 用布和石得物 装饰玩偶身体 若有需要 可再用热熔胶固定 在练习创作的过程中 可以试着在心中想一想 你为玩偶设定的目的是什么 大声说出来 你打算将玩偶放在哪里 你的玩偶叫什么名字 你打算怎么使用这个玩偶 来持续实现目的 这是今天的艺术治疗分享 让我们把压力 焦虑 惶恐 不安 转交给艺术 卸下伤痛 抚慰身心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创作力让你的生活更美丽 感恩你和我一起 完美疗愈 好 今天的创作疗愈小练习 希望对大家有用 与自己好好对话并充电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 星光祝福冥想 请跟着我的声音 让精神放空漫游 今天的星光祝福冥想 我要分享来自宇宙意识的智慧讯息 你可以闭上眼睛聆听 或者在生活中当作背景音播放 让祝福进入你的潜意识 重新调整 重新调整能量 现在 想像你正光着脚走在这夜晚的海滩 听着海浪的声音 踏着脚底下的沙子 你感到非常自在与平静 深呼吸 想像将这纯净美好的能量 吸入身体 空气的时候 将你体内沉重的压力释放出来 让它随着微风飘散 你在微风中 闻到了茉莉花的香味 好清新优雅 让你感觉好放松 你决定坐下来 抬头看着满是星星的夜空 夜空中一闪一闪的星星 就像钻石般 镶嵌在这深紫蓝色的夜空中 向你传送疗愈的光芒 现在 你在星空之下 接受祝福 连接未来的自己 来自创造女神 传导者 Shelley Dressel 译者 光之天使 Ang 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 都经历过前世记忆的闪回 你们意识到前世 仍然可以对现在的生活产生影响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通过跨越时间线 我们实际上会经常查看你们的未来 当然 基于你们能量状态的改变 未来也时刻在变动中 当你们与你们的灵魂相连 你们就有机会与你们是谁的很多方面联系起来 你们的灵魂不仅存在于地球上 它存在于宇宙中 甚至存在于除了我们自己的宇宙之外的其他宇宙中 如果你能够看到自己存在的多维面相 你就能意识到你真的非常强大 现在地球上有很多阳神大师 你有想过你就是其中之一吗 进入到你们作为阳神大师的身份之中 你们的这个面相已经与更高的频率对齐 并且可以帮助你们理解如何使用心灵感应 释放第三维度的限制 阅读能量 扩展你们的意识等等 我邀请你们在你们的扬升过程中迈出下一步 看看它会把你们引向何方 我是一 我是整体 我问候你们 亲爱的家人 我从我的心向你们伸出手 在这一刻 我伸出手拥抱你们 人类大家庭正在创造一个更伟大的意识 在过去 集体意识可能会阻碍你们 因为它被较低的频率所挟持 由于大量的人现在更加觉醒 并且正在提高它们的震动 集体意识现在变成了一个更高 更轻的频率 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长期以来 矩阵控制着集体意识 然而 所有这一切都在瓦解 所以现在当你们进入集体意识时 你们正在进入更高的光频率 这也让你们更轻松的行动 将更高的意识和现实带入你们的生活 在呼吸中 你们就可以扩展你们能量和本质 我邀请你们在你们的心轮中心 创造一个能量球 你们深吸一口气 然后想象那股能量和光 在你们的心中创造出旋转的能量 通过你们的太阳神经丛 你们的深植轮和海底轮 你们将它发送出去 然后将它发送到地球 让你们的注意力跟随那条路径 这样你们就可以与地球对齐 你们可以感受到盖亚的能量 你们可以感受到地球的灵魂和意识 让自己有机会感受内在的平衡和接地本质 那股能量和光的流动在你们体内涌现 它通过你们的能量体再次回到你们的心轮中心 即使你们的焦点在你们的心中 你们知道你们仍然与地球相连并接地 你们通过你们的喉轮 你们的第三眼 你们的顶轮 将能量流向上传送 它会进入更高层面 与你们的高我对齐 然后你们让那股能量流 跟随高我指引的光 将你们直接连接到你们的灵魂 当你们到达灵魂的灵在时 有一种打开你们的意识的感觉 有一种融合发生在你们身上 你们的人类意识和你们的神性意识融合 我邀请你们在你们面前创造一个地方 就像你们在看荧幕 显示器或电视一样 当你们看着这个荧幕时 你们会看到你们的全部的存在 你们可能会看到不同的经历 你们可能会注意到你们的能量 如何根据正在发生的事情上下波动 现在 如果你们看着你们面前的那个荧幕 正如你们可以看到你们的过去一样 你们也可以看到你们的未来 你们的未来面向已经存在于第五、六和七维频率 我邀请你们打开你们的意识 并请求它在你们的荧幕上 向你们展示你们更高维度的存在状态 因为你们开放和整合的越多 你们的未来就越有影响力来帮助你们 我看到的是 你们的很多人在二十年以内 已经生活在第五维度的新地球 你们穿着的服势非常简洁 每个人脸上都有欢乐的笑容 你们的建筑不再像现在这样高耸 而是更加的贴近自然 没有人是辛苦生活 你们都被盖亚资养 和谐地分享 我看到你们在做你们喜欢的事情 没有人被控制和限制 我看到创造和欢乐 一切都很好 一切都很光明 你们可以看看自己看到了什么 然后分享给身边的人 这个过程不需要太多的努力 这不应该是一场斗争 它是关于轻松 平衡和允许的 是不是很有趣 当你们轻轻的 轻松的吸气 喊呼气时 感受 感知 了解这里的一切 对于你们某些人来说 可能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荧幕 而是会发现自己身处在另外一个空间 这表明你们有多强大 你们可以轻松的从一个空间流向另一个空间 你们可以轻松打开并接收讯息 我观察到的是 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可以跨越时间线 当你看向四周 你会意识到你在地球上 但地球看起来不同 你们中的一些人可以看到你们周围的家人 你们不仅看到你们如何转变 而且看到你们的家人如何转变 敞开心扉 接受这个机会 你们就在其中 体验的如此深刻 地球的扬声已经显现 在过去的九到十年里 全人类一直在进步 地球上的光越多 扬声的速度就越快 因此 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一两年 地球好像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你们进入了更高的光频率 你们与已经在第五维度的自己建立了直接的对齐 你们过着更高的生活 所以 让它影响 支援 和锚定到你们当下的位置 你们作为你们所示的灵魂本质 在未来和现在同时存在 你们有很大的潜力 可以让这种多维存在状态 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 敞开心扉去体验 这对你们来说可能是什么 要明白 当你们接纳更高的频率进入你们的生活时 已经有一种惊人的能量在支持你们 敞开心扉接受 知道我永远与你们同在 在你们之内 我是创造女神 我是Mira 谢谢你和我一起玩味冥想美学 绽放疗愈光彩 感恩奇迹终将到来 一起迈向新世界 欢迎回到节目 你正在收听 完美新世界 我是你的心灵美学DJ Mira 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 我想要点播给你今天的芳香祝福 给你好运加分 香根聊法是来自大地的绿魔法 让我来翻翻 女巫的日常精油魔法书 今天我要带给你的芳香祝福是 松红梅 我们比较熟知的名称是麦鲁卡 好运加分的新作有 摩羯座 双鱼座 射手座 松红梅原产于纽西兰和澳洲 是长绿灌木 有银灰色的针状叶子 它的花沿着枝干长在树叶间 有的是白色 有的是淡红色 花心则为深红色 它的学名源自希腊文 意思是细长和种子的意思 指的是它那细长的种子 也源自拉丁文 意为像扫帚一样 有好几百年的时间 毛利人一直用松红梅的叶子来治病 和泡茶 后来 英国的探险家库克船长 认为松红梅或许能够改善坏血病 便带了一些样品回到英国 当他第二次来到纽西兰时 他手下的船员更发挥创意 用松红梅的叶子来酿造啤酒 松红梅精油是用松红梅树的枝叶 以水蒸汽蒸溜法萃取而成 色则介于透明到琥珀色之间 它的粘稠度中等 质地有点油 保存期限约两到三年 一般认为它是很安全的精油 松红梅精油有草本味 和属于森林的味道 还略带甜甜的蜂蜜味 适合和它搭配的精油包括 罗勒卡通的 Wood人影 也ерж是用重要的开放吃在《楼梅树》 四� tête苦 葡萄柳 葡萄鱼 薰衣草 柠檬 柠檬 护菌 胡椒柠복 苦橙叶 松树 苒香 和茶树 松红莓具有抗菌和消炎作用 很适合油性肌肤 尤其对偶尔冒出来的粉色特别有效 你可以用一小匙摸得很细的燕麦粉 2-3滴肌理油 以及1-2滴松红莓做成脸部磨砂膏 用它来轻轻地按摩脸部 然后再用温水冲进 此外松红莓还可以改善头皮屑过多 头皮搔痒的现象 用它来泡澡 可以去除脚部和身体的异味 松红莓能够帮助你消减火气 并稳定混乱的情绪 你可以用三份羊柑橘 各两份的松红莓和松树扩香 以改善心情 平衡情绪 如果你想放松颈风的神经 并且让自己心思清明 除了松红莓之外 还可以再加上柑橘与天竹葵 用等量的松红莓和檀香 则有助营造幸福感 在能量方面 松红莓可以活化麒轮 太阳轮和星轮 你可以用它来清理你要冥想的空间 并帮助你的能量和大地连结 此外 它也能帮助你传送祈求疗愈的祷告 在施行蜡烛魔法时 你可以用松红莓来消除任何一种形式的负面能量 并招来富足 由于松红莓具有抗菌 灭菌和抗梅菌的作用 因此 很适合用来清理浴室和厨房的表面 以及洗衣间 松红莓是出了名的蛆虫剂 除了松红莓之外 你还可以再加上等量的柠檬油加利和薰衣草 以增添效果与香气 在风水方面 你可以用松红莓来安定家中的能量 使它不要流动得太快 这是今天的香氛母法分享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精油帮助你好好关爱自己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今天聊得差不多了 对于今天的话题 我觉得不管神话是不是真实的 不能否证宇宙的力量确实存在 古老神话都是描述对诸神的信仰 以及充满对大自然的臣服与合一 而现在的人类只会向大自然和地球 无止境的索取 事实上没有浩瀚的星际宇宙 哪来的太阳系和地球呢 宇宙和地球对人类其实一直包容 因为要摧毁我们真的很容易 许多天灾战乱也都是人为造成的 或者人类历史遗留的业力果报 必须适度的释放 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予自然尊重与感恩 并透过心灵上的宽恕 释放怨恨的业力 顺应天地万物与宇宙意识合一 才能让生命能量用最美的方式流动 守护我们安身立命的星球 你说听的是完美新世界 感恩有机会与大家在空中相见 今天为您点播的内容 我会陆续发布在我的YouTube和Spotify频道 也欢迎你追踪我的脸书和Instagram 不定时分享给你最新的生活正念美学 一起玩出美的疗愈 活出美丽心情 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为大家点了一首歌 传奇的神话 或许就是汉神的情话 那我们下次见啰 嗯 我们下次见见 否则 好吧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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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人 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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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